大家好 2020年12月11号晚上11点 收到很多东西 我就给您念吧 你们看不清楚 新收到北京体育局武术院 武协三家单位联名通知 比赛呢 延期改地改日 完了时候 当地政府什么的 也要 要停这比赛 为什么呀 没有任何的书面的通知 也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 我也是刚得到消息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 这跟我没关系 这体育局 武学院 武协没找我 找到这中级勇士 中级勇士这个协会 这个赛事 说把这个往后挪 那就往后挪呗 挪到什么时候再说 现在敏感期 过点时间再说 我 我的梅教练 张教练都给我打电话 都说这件事 我说 我尊重你们教练师父的意思 那只能这样了 但是我又不干 不知道怎么说 又不知道怎么说 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所以 我发这视频 可能我12号发这视频 告诉大家 很遗憾 这不是我 不是我不答了 这赛事 交停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家伙 这体育局 武术院 我跟他们没关系 我也不是你们人 为什么对我那么津津乐道 那么在乎 喜欢我 喜欢我找我 也不找我 暗恋我 托别人给我写情书 体育局局长是哪位同志 喜欢我直说 干嘛呀 这 不好 再说了 我又不喜欢公的 是不是 这事 我也无话可说 毕竟人家没找我 人家找的中级勇士赛事方 我们教练找的我 那我们教练找我 我能说什么 那是我的长辈 是我的教练 我必须得尊敬 张教练啊 美教练 我都得尊敬人家 听人家的 那就 延期以后再说呗 对不起了 全世界的朋友 对不起了 我们这就这环境 我们这 就这目前就这状态 其实你们也见怪不怪了吧 没辙 没辙 这不过刚刚那天看视频 原中国武协主席李杰吧 在一次什么大会上啊 说我这徐晓东啊 就是骗钱的 就捞钱的 这视频 人家朋友发给我 我一看 我李杰 你贵为一个前中国武协主席 你没有任何证据 毫无证据情况下 随便侮辱一个人 合适吗 啊 李杰主席 如果这样的话 我就希望 呃 武协的其他朋友们 全国朋友们 你们查着 武协主席 我可以公布啊 让李杰呀 公布他的财产 我也公布我的财产 咱看一看 谁捞钱 谁 贪赃亡法 谁做非法的勾当 对吧 网友们 咱把这个话呢 你们给李杰传过去 东哥不认识他 不知道他是谁 就知道他是原来原主席 怎么下去的 不知道 他们家孩子干什么 在哪工作呢 我 我现在也不想知道 但是 请大家传话给那个原中国武协主席 李杰 请听好我的话 就是李杰 请你记住了 以后 你的身份 毕竟还是个武协主席 原 所以 随便评价一个人的时候 调查清楚了再评价 我徐耀东 北京人 良好市民公民 尊敬守法 如果 我给你一次机会 李杰 武协主席 李杰 如果我再听到你诋毁我 和侮辱我 那对不起了 你们武协内部的那帮人 会把你所有的丑事抖出来 我也公布出来 李杰 知道了吗 我给你机会 但是希望我给你们的脸 你们要接着 别以后出了事 来怨我 脸是自己丢的 知道吗 这个句话 请大家传惠这个原武协主席李杰 再侮辱我 有你好受的 东哥是一个老百姓 但是 爷 是个爷 李别 李杰 你也五六十了吧 六七十 不知道 你岁数跟我没关系 叫你还是跟你面子 李杰 我还没骂你呢 大厅广众之下 侮辱他人 诽谤他人 你是涉嫌犯法呀 现在习近平要求 中国讲究法治社会 我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拥护我们的政府 拥护我们的习主席 在这话 所以 我们要讲究法律 中国武协原主席李杰 你现在就在涉嫌违法 涉嫌违背习主人的 习主席的精神 别习主人了 习主席的精神 你也想想你的后果 你也知道你自己干了什么 我呢 是好言相劝 如果你不听的话 你会倒大霉大 会查到你头上的 你们家孩子干什么的 怎么干的 你钱怎么来的 早晚会查到疫情盖出 如果你还敢骂我 很简单 你敢公布你的财产吗 我也敢公布我的 咱俩对着公布 你敢吗 远武协主席李杰 这次达不了之后 王振领 王老师 与王老师也没啥关系 人家想打呀 对吧 没辙了 咱们改期 择日 再选地方吧 也给大家道个歉 对不住 冬哥以后该干什么呢 还要继续 做我认为对的事 没有其他的了 发这个视频 这是我11号 就先在晚上说的 但我只能明天发出去了 全赛是打不了了 你们说为什么 没为什么 在这里头 在这个地方 没有什么为什么可说 我说有文件吗 为什么我不让我打 我犯法了吗 他们说没有 我有文件下达 不许我打吗 他们说没有 我说那为什么不让我打 他说这个 这是武协跟这个 中级勇士 这个搏击赛事的事 跟徐晓冬没关系 我说好吧 人家既然都这么说了 我也别上杆子去挨骂 对吧 我说行吧 我说那就听你们的吧 好了 教练又给我打电话 小冬啊 这个事比较大 这个镇长 这主席啊 这局长什么的 都知道了 我体局局长 我也不认识 我说找您干嘛呀 他说是啊 他得找我呀 他也不认识你呀 我说他不认识我 他联系我不就完了吗 对吧 非得找您 他是不是 爱不住你面子呀 拉下来脸 求人呀 没关系 这北京体育局局长 不必要 没必要那么害怕我 我又不是洪水猛兽 对吧 你又没有摊脏王法 虽然说现在没查出来 没必要这么对我 你直接找我就行了 你想批评教育我呀 或者想夸我呀 或者想跟我聊点什么呀 直接来 东哥其实很温柔 跟你说主席 局长你好 有什么事好好说 不要在背地里 搞一些阴谋 对吧 行了 就是他吧 没什么可说的了 希望大家理解我 我在这儿活的就是这么艰难 非常艰难 有人说 许晓冬多有钱啊 多少全馆 我他妈一个全馆都没有 唯一有的我还卖了 现在我在合作的全馆 我上课挣钱 就还有那种傻逼来继续逼逼逼呢 我说你们骂我也行 你们先调查清楚了再骂行不行啊 我操屁都不懂什么都没有就胡急吧说 哎 无奈 继续吧 继续吧 大家都继续吧 继续挣扎 继续活着 有的人继续挣扎 有的人继续活着 有的人继续拼搏 有的人继续害人 坏了 坏了 毕与万岁